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大腸癌的走势真的越来越年轻就有了 反而反过来 你说肺癌那些比起以前八九十年代 因为那个烟雲数目少了 所以又更加不同了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你说香港这个地方 比较那些头几位的癌症杀手 你会发觉那个大腸癌的走势凌厉 其实就是因为人口老化了 老年人的数目上升 所以癌症的数目呢 就都会是升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癌症升的数目 而是说呢 有些什么方法呢 是用这个最新的科技 是可以医到癌症呢? 科学生只一直介绍很多不同的治疗癌症的发展 当然有些我们比较寄望突破性的 就是说到一些免疫疗法 基因疗法那些东西 但是在这些疗法没有一个很正式全面的成功之前 一些比较传统的方法呢 其实都有它继续发展的空间 和值得去尝试的 比如有一个小弟自己都从事过的行业 就是用辐射来做放射治疗 可以说是用核辐射来打癌细胞 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在身边看到年长一些的长辈 有时大家来时 有人是有这样的癌症的时候 很多时候除了你说做手术 做化疗 很多时候就跟一样东西叫做电疗的 电疗就是其实在说是辐射治疗 当然不同的癌症 它的严重程度不同 和发病的位置不同 你用的治疗方法也有不同 譬如说 用到那个辐射的放射治疗 以我印象之中 肺癌就比较少用到的 因为那个肺部的组织 不是很有效地吸收到这些这样的射线 那你要很需要看一下 就是那个器官本身对那个辐射的反应如何 那譬如如果说乳癌 高软癌 这些这样的病灶容易是比较挂在身体外面那部分的 就是不需要那么容易去打到其他的敏感器官的话 那是很适合用这些这样的放射疗法的 所以譬如乳癌 高软癌这些是比较多用电疗的 那另外有一些 譬如说到前列线 那也挺流行的 是用这个辐射电疗的方法 那如果你说说到其他的那些肠啊 或者是那些头颈癌啊 那些都有 那那个疗效也都有差异了 那所以一直去发展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 一些辐射的治疗的方法呢 是一直都还有一些发展在那裡 那现在其实提到有一个呢 我们虽然以往提过 那但是有一些更新可以跟大家报告的 都忘记了多久之前的某一集呢 我们提过有一样东西的 除了就是用辐射的治疗呢 除了有一些就是用一些高能量的电子 来做辐射治疗呢 另外更加多是用X光 由那个不止一个角度 很多时候是用到几个复合角度来去照射 有一个学术的名叫IMRT的一个过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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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两种而已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直接有 有时需要放一个放射线源 進入體內去炸那個藍細胞的也有 但是如果你說體外去射一些輻射的射線 很多時候離不開就是高能量電子和X光而已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再有一個新款 就叫做用proton 用質子 用一個質子的射線來針對藍細胞 我們發覺有它獨特的好處 而且這個獨特的好處再結合了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說 它有一個比較再度身訂造的一個療法 相信對於治療癌症 是再多一個更加精準的一個殺手鐧 首先講講 很簡單講講 不需要詳細 什麼是質子? 這個又要回到大家學過的化學常識 整個元素周期表很多元素的 我們知道那些元素之所以有輕有重 就視乎它的原子核裡面哪個多點東西和哪個少點東西 多點 少點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麼多了一些中子 要麼多了一些質子 組成原子核的就是中子和質子 但是如果有些聰明的聽眾你就知道 其實中子和質子以下就再有更加細的基本單元來組成中子和質子 但是我們不需要講這樣了 今天不需要講得那麼複雜 起碼譬如氫元素來說 它就是一個的質子在原子核 它就只有一個質子 作為原子核 就帶一個靜電 外面再放一顆帶負電的東西兜著它轉 那就是一個氫元素了 就是最簡單的了 如果氫元素的話 第二樣是氫重的一個元素就是氫 氫就會有兩顆質子 再加一至兩顆中子作為它的原子核 而外面再多放兩顆電子進去 就是氫元素 所以如果你說將一個氫元素外面那顆這樣的電子都拿走了 剩下的就是一個氫元素核 其實就是一個質子 現在就是有人 我們可以製造 透過一些實驗 一些儀器的方法 來去製造一堆這樣的高能量 或者固定高能量的質子射線 將它向一個方向 打到那個病座那裡 然後就炸它 基本上就是用那個高能量來 別說炸了 用一個更加準確的方法 就好像你去叮熱 叮熟了它這樣 這個就是怎樣運用到我們平時 一個我們認知最基本的一個叫做質子的這個粒子 來去做這個療效 那為什麼它射下去可以令到那個癌細胞完全消失 而影響到其它的部位呢? 這裡又要講多一點那些物理學那些這樣的常識 不難明白的 電子 光子和質子三種不同的東西 OK? 其中帶一個正電的質子是最重的 然後帶一個負電的電子就輕一些 比起質子輕一千八百多倍 然後光子 就是我講X光那些沒有重量的 但是X光也有能力去將一些東西叮熟了 它叮熟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將它電離去 將那個物質 可能是一個細胞 上面的那些化學分子 你可能針對它的蛋白質 就將它電離化 基本上把它打爛了 OK? 或者其實連DNA 你都可以透過這些X光 是很容易就打爛了它 所以那些基因變異 就是來自這些會電離的輻射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如果你說是用電離輻射 比如說是紫外光 X光 加碼射線這些 打下去的東西 基本上就直接將它轟到打散 就令到上面的那個化學物質 上面的電子就離開了 那接著就變質的了 那些東西就 然後呢 譬如說現在我不用X光 我是寫一些高能量電子下去的時候 原理一樣 電子撞電子 將一些東西好像打桌球那樣打走了 那也是企圖將一些東西 透過將它電離去令它變質 那好了 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我打一堆電子下去 就是打一堆冰冰球下去的時候 現在我打一個側紙的時候 就可以打一個保齡球下去這樣 一個比起電子重很多的東西 一個比較重型的東西去撞下去 那你可以想像到就是撞擊力更加大 破壞力更加大 那就可以用一個更加強勁的一個射線來幫我們去針對一個指定的地方 來去造成破壞 所以這些叫做不是有破壞沒有建設的 我們是希望把那個破壞放在最需要破壞的地方 而避開那個最不想破壞的地方 現在這種側紙射線呢 在我們研究過它和皮膚的相互作用的性質之後呢 我們是知道呢 側紙的這個射線是更加適合拿來做一個精準的輻射治療的 但是那個所謂的精準點 為什麼它在那些分得到那些是健康和不健康 還是還是純粹它畫一個範圍出來 它不會超越這個範圍呢 或者台長你現在已經展示了一個中文的媒體出來 或者你試一下scroll down 一邊下去 有一個圖的嘛 剛剛過了 就是這個圖的嘛 這個圖呢 你大家看到有些線 有些是平一些 有些是靈射 有個尖鋒的 那其實是一個什麼意思的圖呢 它就告訴你 你不同的射線呢 打到皮膚上 在不同的皮層深度的時候 它那個吸收的那個狀況 那你就看到呢 譬如對於那些電子啦 X光這些呢 它是對於它的高峰是出現了 可能在皮膚以下幾毫米的那個位置 就是說呢 那個電子呢 它很有趣的 你將它譬如打到皮膚的時候呢 感受到破壞最大的那個不是皮膚表層 雖然是首當其衝 但是不是皮膚表層 而是皮膚以下那幾毫米的位置 就最容易就被那個電子破壞得很厲害了 然後再深一點 除了越來越深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就是你有一點點可以想像 究竟那些光可以穿透了水那裡多深呢 那當然是越深的越照不了 就是說呢 無論對於每一種的射線 它那個的穿透力都有不同的 但是呢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留意到一個 零零射射射最怪的那條紅色的那條線呢 是好像突然之間有一個位置彈了上去再下來 其實這就對應於質紫射線那條線 你會發覺質紫射線很有趣的 它呢 又不是對於皮膚表層傷害最大 又不是對於皮膚表層以下那幾毫米的傷害最大 而是突然之間去到某一個深度呢 就是那個破壞力就好像突然之間在那裡爆發的那樣的地方 你可以想像有一點遲呢 我們講的軍事武器那些地堡炸彈 它最主要不是跟你一下子炸爛了地的嘛 它是懂得跟你轉地那裡再爆發 其實這個質紫射線 你就可以等於這些叫Bunker Buster 這些這樣的地堡炸彈的東西 它就懂得跟你轉到一個指定深度那裡 那你就可以做到很精準 而且呢 它究竟炸得多深呢 你只需要調教那個質紫射線本身的能量就可以了 譬如說 我們有一些數字就是說 如果它是叫做32個MEV單位的能量那些呢 你就遇上它在皮膚以下的幾毫米 那裡就穿透幾毫米之後爆發了 但是如果你將它的能量調教那幾倍的時候 它就會再轉心一點才跟你去發放那個能量出來 那所以呢 這一種技術可以就是說 是一個對於癌細胞的地堡炸彈來的 就是變成了如果那個癌症 大家例如是在身體比較入的部分 拿這些質紫射線是可以做到很精準的 那這裡我講了很多背景資料的東西了 但是其實呢 就是這種治療呢 如果香港呢 是去年施政息有的 去年養和醫院 去年大約七八月左右 施政息是開了第一個呢 是可以製造這些質紫射線的儀器 來幫癌症病人去做這個這樣的治療的 但是呢 這個技術還不是最完全成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由你去量那個 那個癌症病人那個身體的形態 你知道呢 如果肥一點 瘦一點 你要穿透的皮膚厚度都不同的 那你去量完那個病人之後呢 再幫你計劃好那個療程 輸入那個program 給那個機器去做呢 那中間是需要一個比較長的規劃時間 那如果你也聽過有時候做電療這些呢 是可能一次過的醫生叫你做二十八次 就在接下來的四個禮拜之內天天都做 OK 你在那個療程的開始和在那個療程的結束 中間你可能在做化療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人瘦了 那你如果那個人又瘦了 那你其實要重新去量身定做那個療程 究竟你要穿過多深的東西啊 因為你如果歪了一點就打不中了 現在這件事是很精準的地補炸彈來的 而去調整那部機器不是即時跟你調整的 那些東西要是預先program好了 那所以其實呢 是到了剛剛這個星期呢 才在那個叫做Physics World雜誌那裡 有關於一些醫學物理的研究公佈呢 就是說現在叫第一個叫adaptive的 一個很度身訂造的 可以很快速度度身 為你度身訂造那個的 質子射線的那個workflow那個療程 就才是出現 就是令到可能那個病人本身呢 你是只需要在那個 臨去做之前提早幾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立刻出了個plan出來 就跟你找對的那個參數 結合了你做X光做CT的結果 重新去確認那個癌細胞病造在哪個位置之後呢 就立刻跟你去出那個叫做treatment plan 就是那個療程的計劃出來 然後就整個流程就可以在一日之內搞定 每次都可以做度身訂造 而這個技術呢 全世界都沒有現在剛剛才提出來的 其實如果能夠再做到這樣 就是變成為那個病人的服務 可以做到這麼度身訂造這麼快手的時候呢 就真真正正正發揮到這種質子療程的那個效力了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什麼叫black peak 所以我去這裡裡面用那個字眼 我最近就嘗試避這個字眼的 其實就是台長你現在這張圖裡面 那個紅色的條線特別凸出來的那部分 其實應該這麼說 是對於每一條線最高的位置 那個peak的位置 最高峰的位置 你要發覺它對於不同的射線 那個線的高峰的闊度有不同的 比如對於電子,對於X光 那個叫black peak 這個東西就是比較寬一點的 就是說它有機會就是說 在一個比較大的範圍裏造成破壞 那如果那個病造不是古靈精怪 又靠近敏感組織的時候 你如果用這些射線去black peak 比較寬一點的時候 它造成一個無辜的傷害就大了 但是如果它那個高峰是很窄的時候 它可以很精準 就只不過對於一個很指定深度 周圍一個很窄的範圍造成破壞 那就正正就告訴你 就是可以做到很精準的 癌細胞轟炸的意思 OK 好,講完這集結束了,我們下一次再回來